锦衣之下惊吓到北镇福斯的时候 早已过了下职的时间 门口依然有守卫在 自从路易升职后 怕打扰到他 这还是他第一次踏入这里 当职的守卫领着他往里走 才发现路易的办公间都已经换过了 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进去就好 惊吓打算自己进去给路易一个惊喜 便阻止了要进去报备的锦衣卫 路大人 卑职能进来吗 惊吓捏着嗓子喊了一句 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里面有什么回应 便探着小脑袋往里瞅 咦 怎么没人 大人不在吗 正当惊吓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 背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却不是路易而是层服 夫人 你怎么过来了 哦 我 我来给你们送饭啊 大人呢 层服看了一眼惊吓手中的石盒 有名要饭 大人在亲自审讯 我回来取点东西 你在这儿先等会儿 我去叫大人 说吧拿了资料便往外走 惊吓换住了他 层服 不用告诉大人我过来了 别打扰他忙 我在这儿等他就行 那 好吧 惊吓将石盒放置好 环顾了一下路易这个新的办公间 比之前那间确实大了不少 整个空间陈设极简 除了阅览卷宗 书写奏书用的书案与笔墨指研之外 几乎见不着其他的摆设 倒是他路易的风格 兴许是路易搬到这个办公间后 惊吓还没来过 所以整个空间内 也不像是之前那间会时常备着水果糕点 甚至连原本那办公间的软台也没有搬过来 锦衣卫经手的大多数是皇家重案与机密情报 指挥室的办公间作为北镇福斯的重中之重 更是有着不容于旁人窥探的至高基要 自然不欢迎外人到访 是以 偌大的空间内 除了暗桌前路易那特制的桌以外 竟然连一把会客座的椅子都没有背下 一看 这也不是时常能见到朝堂官员无视串门的地方 惊吓先是来回溜达了几圈 可也不敢东翻西看的 迟迟不见路易回来 瞅了瞅那把路易专属的椅子 惊吓还是没有坐上去 而是转进了他的休息室 原来软他不是没有搬过来 而是放到了休息室 仔细一想也是 大人现在可是仅依为指挥室了 诸多事情都有很多人盯着 从审讯室出来 魏雷有些开始抗议的路易 抬手捏了捏眉心 吩咐到层服 去准备一些吃食送到我办公间来 大人 夫人已经带了饭菜在办公间等您 惊下来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 路易微微醋眉 语气虽淡 这表达的情绪可是极为不满的 层服连忙补话是夫人说 不想打扰你的 所以就让他一直等到现在 路易留下这么一句 便大步往办公间而去 可办公间除了时和之外 于往常无异 并没有看到惊吓的身影 这时等太久已经离开了不成 这也不像是他的性格 惊吓 惊吓原本只是打算在休息室坐一会儿的 等了许久都有些困了 也不见路易回来 便想着迷一会儿 到最后竟然把自己带进了梦乡 迷迷糊糊的听到路易在教自己 嘟囔着应了一句 大人 耳力惊人的路易 顺着这细微的声音走进休息室 就看到了缩成一团的人 原本盖着的毯子也只剩三分之一 还挂在身上 路易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不知他怎么就这般让自己挂心 俯身将毯子重新妥贴地盖住 他方才作罢 不自觉地凝视着他的睡颜 原本就小巧地圆脸 经过这两年有益的调养 更是显得肉嘟嘟的 此刻甚至被他自己的睡姿挤得有些变形 平日里那呼闪又动人心弦的大眼睛 现下正严丝和缝地闭着 也不知是不是又梦到了什么好吃的 粉嫩的唇瓣还轻轻抿了抿 就只是这般静静地看着他 路易疲倦的身躯便放松了不少 他还真是个有魔力的姑娘 一时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圆润的脸颊 被扰了美梦的惊吓 睡意轻松地睁开了双眸 醒来了 被扰醒的惊吓 心情不怎么美丽 抬眼看了一下路易 也不回话 是不是等很久了 都把自己等睡着了 下次直接让层服告诉我 惊吓摇了摇头 又点点头 等大人 多久我都愿意等的 你啊 时辰不早了 起来洗书下 吃点东西 回去再接着睡 路易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发顶 取了一件自己被用的外套劈到他身上 大人怎么忙得这么晚 我不冷 路易止住了他要扶开一山的小手 晚上风凉 你是合一而睡的 听话 穿着 哦 惊吓不高兴地撇了撇嘴 你怎么过来了 路易取了些水过来让他洗漱 一边问道 惊吓自是不会说原母和玲玲对她的不满 而是转口到自然是有事情来找大人的 今日 那首府大人家的云郎小姐又到六扇门找我了 听着她哒哒哒地说完 路易眉头微醋 倒不是她思想封建保守 这女子未婚先运本就什么光彩之事 这张大人会毫无所知吗 这张大人会毫无所知